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要來拍一個小視頻 就是 介紹一些我的小物 我們廢話不多說,趕快進入主題 Let's go! 好,今天要介紹的第一樣東西 就是我每天隨身一定要帶的 沒錯! 就是我的錢包 這個錢包它有夾層在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普通的卡夾 它只能放卡 然後空間比較小一點 這兩個其實都是 別人送我的禮物 這個可以放比較多 那這個就可能平常上課 只需要帶學生證啊 跟一張能救命的卡 就可以了 就是比較方便比較小 適合小一點的包包可以放卡夾 那美國其實沒有什麼在用現金 所以大的長頰其實在這邊就變得很不實用 這種小的皮夾 反而我比較喜歡 第二個要來介紹我出門常會帶的一些配件 那第一個就是耳環 然後我本身是沒有耳洞的 對,所以我的耳環都是這種夾式的 那這個我本來是買銀色的 沒想到我買的當天晚上 它就有一支不見了 對,就是我回家的時候發現 欸奇怪耳環怎麼少了一支 那後來我就去買了一組金色的 然後我就把它們兩個 配在一起了 我就覺得還蠻好看的 另外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比較有垂緑感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比較成熟吧 這個比較成熟的感覺 下一個耳環 這個真的超可愛的 它是一個獨角獸 然後一邊是粉紅色 一邊是紫色的 這個我非常喜歡 這是我一個生日禮物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一些戒指 然後這個戒指它是羅馬數字的 它中間是羅馬數字的 很文藝吧這個是不是 很文藝的 文青感的這個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這個笑臉的 笑臉這個是娜娜送我的 我前幾天跟她 陪她去吃吃飯 然後她就說那我送你一個吧 我說好 所以我們就 我跟娜娜的情侶借 然後這個是 Tiffany的這個 這個應該是蠻久的一款 這個是我從 我媽那邊拿來的 我媽給我的這個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金色的 Cartier 然後下一個要介紹什麼呢 下一個也是我出門前會弄的一些 我覺得香水應該也算是一種配件吧 就是有一種搭配在自己身上的一種味道 然後我是一個非常喜歡香水的人 對但我媽總覺得我噴得太香 對她不太喜歡 但我覺得就是把自己弄得香香的 一整天心情就會很好 但我也有朋友覺得 就是香水買了應該要噴給自己聞 所以我也有朋友是睡覺前噴香水睡覺的 那我今天要介紹兩款我非常喜歡的香水 這兩支都是JOMALONE的 然後這一支是 我當初在香港機場買的 它叫做POPPY BARLEY 這個粉紅色上面是 實的 然後下面它是做一個抹紗的感覺 紅色的瓶子我就非常的喜歡 然後它的味道是有點 像木頭香的那種 然後第二瓶這個是 也是JOMALONE 就是它今年出的聖誕節的一個款式 然後它是 跟以往不一樣 它不是那個銀色的蓋子 它就是做一個藍色的 然後它的標籤也是做藍色 那這個是Rose Magnolia Rose Rose什麼的 然後它就是玫瑰的味道 然後這是我的 好閨蜜 這個好閨蜜從英國帶來送我的 對我的聖誕節禮物 我這幾天每天都噴這個 覺得噴了就心情很好 好 下個要跟大家介紹的 也是出門要戴的 因為波士頓這邊其實 雖然很冷 但是太陽還是蠻大的 主價的時候就買了一個 我很喜歡的太陽眼鏡 這個 GENTLE MONSTER 這一個韓國很夯的品牌吧 然後我覺得它的這個眼睛套還蠻帥的 我又把它的線拉 啊在這裡 嚇死我了 我每次都把它線的走出來 我的眼睛是 這個 其實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他們好像每個眼睛都有一個名字吧 但我忘了這個是什麼 我會覺得 讓我三臉拍好嗎 我就覺得這還蠻好 而且它還蠻黑的 就是能防光的那種 我之前還有一支是 黃色的 雖然就很有造型很好看 但是其實真的遇到太陽 就沒有什麼用了 好現在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我自己用的一些東西 我最近常常會帶在身上 就是這個 禁錄念慈安 大家應該都有吃過吧這個 對因為 我們最近要唱歌要錄音 然後 就是這樣長期的使用喉嚨 其實常常 有時候還是會沙啞啦 那吃一個我就覺得 嗯好像有好一點 不知道是新比作用還是真的有好一點 但是應該還不錯吧 然後是這個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開始吃保健食品 沒有這是 這是那個 維他命D 強化骨骼 因為 其實你出去曬太陽 吸收的就是維他命D嘛 那 我常常就在家裡 我就覺得 我好像都沒有曬到太陽很擔心 所以我就開始吃這個 維他命D 建議大家如果沒有常常曬太陽 喜歡踩在家裡的朋友 可以攝取這個喔 應該對身體還不錯 這樣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這個小小 他叫做 Elizabeth Arden 他的那個 8 hour cream 這個就是 8小時什麼 潤澤霜吧 然後我通常都把它拿來當護唇膏 擦 就是 很厚很厚的那種護唇膏 大家看不看得見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濃的感覺 我通常都只有睡前的時候 我會擦著睡覺 因為晚上真的太乾 如果我不擦的話 我常常一覺起來 嘴巴就會很乾 然後就會裂掉 就會很痛 就會很不舒服 就會影響我一天的心情 然後一天的心情就很糟糕 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昨天晚上不擦呢 然後我就會很後悔 所以我現在把它放到我床頭 其實因為我每天晚上睡覺前 一定要擦 因為他真的太棒了 或者是你身上 就是有什麼地方有凍傷啊 我記得都可以擦 我去年去日本的時候 就是在那邊 手指的中間真的就 一直凍傷 然後就很多塊 然後我就擦 其實真的好得很快 這個很棒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超級可愛的東西 這是我來美國 我覺得我買的最 最值得的一樣東西了吧 就是這個 這個襪子 對它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欸 它上面有狗狗的頭 然後沒錯這隻狗狗就是我們家兩萬 我把兩萬的頭印在這個襪子上 然後它是可以 克制的 我記得它的網站 好我不記得它的網站叫什麼 但你應該打那種什麼 Customized socks 就會出現 然後我覺得超可愛 把自己家狗狗穿在腳上 下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大眼仔的眼鏡殼 對我有一陣子小時候非常非常瘋大眼仔 裡面就是 放我的近視眼鏡 然後它可以可以這樣子 就是你把它放多少 它就可以 放你這樣立著 然後當然也 以防你眼睛一直亂丟 丟這丟那 然後像我的閨蜜一樣 你永遠找不到它的東西 就是為了防止這種人 所以才發明到這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就把我非常喜歡的一些小物 跟大家介紹一遍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給更多的人 然後 我們也會在 Instagram 我的Facebook 還有微博 我們見 如果你有喜歡看什麼影片 不要忘記在下面留言 OK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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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